好的音乐能指导你的灵魂深处 每一首歌背后都有这一段刻骨铭心的故事 每一个词都包含着千丝万里的感受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达人 今天我们一起来解说好想爱这个世界 好想爱这个世界发行于2020年 由培育作词华晨宇作曲及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 这是一首关于抑郁症的歌曲 抑郁症或者抑郁症这个词对大家来说并不陌生 可是对这种心理疾病有深入了解的并不多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在今年9月份的帖子 全球就有3.8%的人口或者2.8亿人 饱受着这种心理疾病的影响 而每年更有超过70万人因抑郁症而情生 并是15岁到29岁年龄成的第四大自杀死因 而华全也希望透过这首歌曲 让大家能够理解患者的心情 从而去体谅以及鼓励他们 那我们就一起来解说这首歌曲吧 歌曲一开始都是在形容着抑郁症患者 对生活的一种无力感 因为长时间对抗着这种心理上的疾病 而过得特别疲惫 自己也很希望能像一个普通人那样的潇洒 对发生不开心的事情能一瞬间就忘掉 因为抑郁症患者本身会不断地 在不好的事情上纠结 不断地回想一些难过的事情 一直饱受着精神上的煎恼 抑郁症最难过的莫过于一个人压抑着情绪 想跟身边的人诉苦 却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表达那种感受 因为在普通人的眼里 可能觉得这只是个人性格上的问题 甚至大部分人听了你的诉苦之后 就只是单纯地觉得你可能想法太负面 心灵太脆弱 然后敷衍你几句 别想那么多 别不开心 你的想法太负面 而恰恰因为这种说辞呢 让他们更加感到吃力以及无助 因为没有人能够真正的理解他们 抑郁症患者无论是在什么地方 做着什么事情 无时无刻都会觉得很大压力 心情低落 在生活上完全没有动力 眼里所看到的世界都是灰色的 明明知道自己不能这样 明明告诉过自己要好好振作起来 可是每次想起那些不堪的回忆 自己却又再次的沦陷在这种精神上的痛苦 与折磨当中 甚至会想过离开 离开这两个字或许也代表着生命的结束 思想一下如果连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无论白天黑夜 无间断的被这种自己无法控制的负面情绪折磨到入眠 当身边没有人懂你 没有人理解你 甚至其他人只是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而自己却只能一人孤独的抵抗这种痛苦的时候 真的会让人崩溃 伤疤就丢给回忆吧 放下才得到更好 别怕别怕 这段歌词更偏向华诚也想对忧郁症患者说的心里话 从夫哥第一段想过离开到第二段不想离开 或许是华诚也想告诉抑郁症患者 别放弃再坚持一下 总有一天会有人理解你陪你走出阴霾 而现在至少这首歌曲能够一直陪着你 其实抑郁症患者真正最需要的就是陪伴 理解以及鼓励 哪怕是家人爱人同事朋友 试着去理解你陪着你鼓励你 跟你说一声 没关系我会陪着你一直走下去 直到你康复为止 你要加油 我相信你可以走出阴霾 至少能注入一些正能量给抑郁症患者 让他们有战胜这种心理疾病的动力和勇气 让他们对未来有所期待 让他们渐渐的看到生活中的色彩 那歌词部分就解说完了 我们就来说说歌曲名字吧 好想爱这个世界啊 我觉得或许就是大多数意义中患者 一种渴望的心情吧 因为他们眼里的世界都是灰色的 他们也渴望能像普通人那样生活 像普通人那样体会开心的事情 渴望看见这世界的色彩 他们也好想爱这个世界 好了那这一期的小导演歌曲解说就到此结束 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点点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录像——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